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关心台湾的发展 讨论台湾政治局势 包括台湾在全球定位跟地缘政治的关键性角色 今天现场当中为您邀请到这位来宾非常非常特别 我相信观众朋友对他的好奇 跟他现在所掌管的部门是一样 我欢迎数位发展部的部长唐凤 今天来到我们现场 部长晚安 嗨 大家好 很高兴可以来这里 谢谢部长 来到数位发展部 一般的朋友其实对这个部门的好奇 好像跟对唐凤的好奇是一样的 谈谈这个部门大概多少人都做哪些事情 我们有接近六百人 至于做哪些事情 六千块有没有领到呢 当然了 而且很方便 很方便 您是三种用哪一种方法 我用的是家人去领的 家人去领的 这也是三种之外的第四种 家人去领的可能就是透过像如果线上 他有你的银行账号帮你输入 然后转到你的账号 我们只要把身份证交给他就好了 对对对 那因为像我们这样的做法 就是我们的技术应该要来配合大家的习惯 有些人习惯用手机上网 有些人习惯去ATM去提款 有些人习惯把证件交给家人带领 那应该是我们来配合大家 不是要求大家配合我们 所以透过这样子的方式 让每一个部会 不管是这一次帮财政部 或之前疫情的时候 我们有帮过教育部 孩童家庭防疫补贴 或帮劳动部等等 后面是同一套系统 所以这个后面同一套系统 我们现在把它叫做一个数位的公共建设 那这样子以后 不管中央还是地方政府 要发钱要发物资怎么怎么样 以后就不需要再重新建一套系统 直接拿我们的来用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帮各行各业 在数位转型的时候 提供更多这种公共的建设 06000只是其中一个例子 这是一个数位公共建设 过去公共建设 我们印象当中提的都是 收入铺桥 造桥铺路 对啊 造了这个建水坝等等 这种比较重大的公共建设 数位的公共建设 你刚刚特别提到 可能应用在紧急状况 对啊 也包括物资对不对 对 也包含物资 还有紧急状况的时候 通讯也是非常重要 所以大家可能也有看到 像之前马祖 有两条连到台湾的海滥 那这两条海滥在一个礼拜之内 都被不小心破坏掉了 那所以呢 这个时候我们就要透过微波 或者甚至非同步卫星 我自己有去马祖去做测试 就是我们把 假设下一次海滥再断掉 变成微波 甚至微波被干扰 变成卫星 这个切换必须非常地顺利 那这种通讯的韧性 也是一种公共的建设 我相信对于中国的 以这种方式去干扰台湾 对台湾的挑战是一定有的 包括不只是马祖之外 在太平岛上很多的官兵 他们似乎也反映 说我在这个太平岛上 我收到 我根本收不到中华电信 它的一个信号 反而连接到是中国移动 这是怎么一回事 资安上的一个很大漏洞 其实并没有被盖台 只是说因为现在 在太平岛上的 我们叫同步卫星 它能够提供的频宽有限 那所以呢 如果在上面的朋友呢 要做除了他 就是做指挥管理之外的事情 自己要打卡啊 什么拍照啊 追剧啊等等 目前同步卫星 没有那样子的频宽 那所以呢 就刚刚我们讲到 非同步卫星 它的频宽就比较大了 所以应该我们很快 就会把我们明年年底前 要有700个不同的 非同步卫星的接收站嘛 在全国 那这700个 我们是可以调度的 所以我们只要调度 一个到太平岛 那在上面就可以连到 爱台湾 然后呢 就可以有比较好的 这个频宽啊 是 部长所提到是 低轨卫星嘛 在这方面 我相信中国的发展 似乎比台湾来的 进步很多 无形当中 对我们的挑战也是 您所了解的是什么 以我的理解啊 就是我们现在 也已经跟 我们民主阵营的朋友 包含非同步卫星 有中轨跟低轨嘛 中轨我们是跟欧洲的SES 低轨呢 目前是跟英国的OneWeb 我们都会来做验证跟测试 当然还有更多的嘛 Kuiper Starlink等等等等 那所以呢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我们只要同时用 现在两种 未来三种四种 更多种 发生事情的时候 总不可能这三四种 同一时间都被干扰 都被打下来 所以只要有某一种 还保持继续存在 我们对外的通讯 就不会出问题 中国发展到 什么样的程度 对我们最大的威胁 是什么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啊 如果就是海岚 它的上岸点啊 其实现在很多并不是秘密 大家知道会发生在哪里 那这也是有必要的 因为如果海上航行的船只 它要下矛嘛 它如果不知道 这个海岚在哪里的话 那它下矛会不小心勾到 所以其实所有的船 都已经知道说 那些海岚 目前好不像有台马海岚 在哪里 但是呢 这个时候如果还要船只 又不小心 下矛之后再移动的话 那这样子的做法 其实比较难事先去防范 因为海岚那么长嘛 每一个点它都可以不小心把它勾断 但是呢 微波就比较困难 微波它你要干扰 就只能在接收站跟发送站 这两个点上 那至于说 刚刚讲到非同步微信 就更难干扰 因为你700个 有些甚至放在背包里 有些放在车子上 它是可以移动的 那这样子的话 你要干扰就必须要在高空 非常高的那个天空 那这样一干扰的话 就影响到全球的通讯 那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了 那在地面上因为它是可以移动的嘛 所以就比较难像海岚那样子 只在任何地方 你只要知道它有经过 就可以干扰了 这方面在国会殿堂 许多立法委员也提出了关切 我们现在所面临的 比较需要突破的是什么 而中国的优势当中 跟中国在这方面的积极的一个研发里头 对我们的挑战又是什么 对 我们现在需要突破的有两个 第一个是说 我们毕竟在 我们两边都在台湾的时候 我们的通讯 现在有一些是要绕到外面 再回来的 我们很多大家常用的 即时通讯软体 它也有视讯功能嘛 我要开始打一个视讯给你的时候 这一段它是先到外面的机房 好比像说日本 或其他的国家再回来 这个在平时并不是问题 但是当如果海岚 这个严重遭到破坏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虽然我们两个人都在台湾 但是视讯是打不通的 也没有办法交换资讯 那这个时候 这个认知作战等等 这种境外的讯息干扰 它就有一个土壤 因为你的澄清讯息 没有办法让你自己的国民接到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们的挑战要克服 就是要确保说 好比像说 我如果现在用Google Meet打给你 那这样从头到尾 因为它机房在彰化 所以我们两个中间的 所有的线路啊什么 都还在岛内 那这个时候 就算对外的海岚受到干扰 我们还是可以很正常的 这样通话 所以我们在接下来 要克服这个挑战 就是要让这些常用的 这些通讯软体 让他们了解到说 也希望他们在明年年底 我们这个中间的 这个叫路由 就是这个路经过哪里 都能够落地 那这个落地之后 它还是云 就是叫做本地云啊 这个云端在台湾落地之后 现在Google已经落地了 微软也已经差不多了 那等到Amazon 如果也完全落地的话 它现在也一部分落地了 的话 那这样我们这样子的沟通 在对外的品宽的占用上 就不会那么多 是 这是认知作战当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环 一旦通讯出现任何的问题 人心动荡是在所难免的 你们应该曾经模拟过 这样一个状况是不是 其实也不用模拟 因为去年8月 有这个出现过 是 真实发生过 对 那去年8月 如果大家记得的话 大概是有两个 主要资案上面的这种侵扰 一个是说 在一些广告刊版上面 不管是便利商店 还是车站外面的这个广告墙 都被篡改放上了 这种仇恨讯息 那另外一个是说 有一些我们的 政府部会的官网 那它因为就是 很多人同时去连线 那它用机器人出连 所以反而我们自己 国人要连的时候 会很缓慢 或者是可能有几个小时 是连不上的 那这两个搭配起来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它可以去散播一些 不实讯息 那这些境外的干扰 就是要说 虽然其实 只是广告刊版 被算改 但它可以散播讯息说 整个台铁都被攻占了 这个重要的关键基础设施 都被攻占 那个不是真的 但是呢 等到记者要去官网上面 去确认的时候 他发现官网很慢 或连不到 那这个时候 他们的目的 当然就是希望股市崩盘 这些 但当然股市并没有崩盘 而且这些网站很快也恢复 那广告刊版也改过来 那但是呢 我们后来就发现说 以前我们的自安法里面 只纳管那些公物网路 镰刀的设备 这有点像防电脑病毒 那这些在公物网路之外的 像广告刊版这些设备 其实它也会传染 虽然不是电脑病毒啊 比较是认知的病毒啊 那这些呢 我上任之后第一份公文 就是把这些有传播力的 在我们公务场域的野纳管 那所以呢到今年三月 虽然这个蔡总统访美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遭受到 相当程度的网工 但是这次就没有出什么新闻了 所以没出事代表我们有做事 是 是什么样的网工 可以告诉我们吗 至少在去年八月 佩洛西来台湾的时候 刚部长特别提到 也许认知作战当中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目的 造成一个人心动荡 民众的一个恐慌 目的没有达到 股市没有因为它希望的 其实那天股市还涨了 还可以那样涨 但是民众看到在超商 看在台铁的大众运输系统里头 看到被植入了这些文字 我想内心还是不安 甚至会盘算 怎么会我们的资安系统 有如此脆弱 出现这么大一个漏洞吗 一般民众可以辨识 但是如果出现到 他有意要混淆视听的讯息 让民众一般可能很难去辨识 哇 那个事情就大掉了 所以我们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你说在三月份的时候 状况因此而控制住 当时的状况是什么 其实也非常类似 就是对方还是用类似的剧本 想要瘫痪网站 想要篡改讯息 但是因为我们就像我想的 上任之后第一份公文 是把这些有传播力的 全部都纳管 所以这一次呢 他们从境外 就找不到下手的地方 那而且呢 除此之外 我们也导入了一个叫 零信任这样的做法 也就是说 在以前呢 你只要拆到账号密码 你等于只有一道门嘛 你打破 门就破了 然后之后就随便你怎么移动啊 要偷资料啊 要篡改都可以 但是呢 现在我们就是把这些重要的地方 都改成三道门 所以呢 包含像我的这个指纹 是用我自己的手机去感应 指纹没有传到别的地方 我的手机的这个设备呢 上面也有装一个软体 去确保手机没有被篡改 然后最后呢 我的连线行为 也是另外一道门 我现在在台湾 不会下一秒钟 跑到别的国家去 那一定就是有问题嘛 所以就是我的生物特征 我的设备 我的行为 这三道门 就算其中有一道 真的被打下来 它还是没有办法冒充我 因为另外两道门 把它挡下来 而且它浪费一次攻击 因为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侦测到有问题 我们就通知 整个民主阵营联防的伙伴说 这家厂商的这个软体 有这个漏洞 大家赶快24小时之内 把它更新 因为现在是打到我们 明天就打到你了 我们现在在网际网路上面 没有这个时间差的 我们在地缘上面 你还可以说 这个国家离另外一个国家近 它会先被波及嘛 但是在网路上 一切东西都是光速 所以你只要用 同一家厂商的软体 你下一秒钟就被波及 是 所以今年蔡总统 不美的过程里头 我们同样遭受到攻击 那个时候的状况 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且有破解 没有其他的网站 甚至其他的工部门 被攻进去嘛 对 因为就是完全没有 被篡改任何东西 而且最重要的是 像我们在去年8月 我们在一天之内 接受到的那个干扰的流量 是23倍于之前的最高的风 所以等于人家投入了 可以说不洗血本 的这样子的资源 来进行攻击 那所以我们在今年3月 也有侦测到 就是高于尖峰的 那种攻击的流量 但是因为这一次 像我刚刚讲到 我们采取了很多方法 来对应 所以等于就 人家还是砸下重金 但是没有达到战果 23倍 所以23倍代表是什么意思 而他的攻击力道的内容 是用什么样的一个方式 想要瘫痪网站 对 他就是 因为我们现在 在网站的运作上面 在以前 每个人连到网站的时候 那个网站的电脑 要算出一个网站的版本 给他嘛 那所以呢 当他从境外 用上万 上亿 各种不同的 我们叫做这个僵尸网络 就是被他控制的这个网站 好比像说 一个人他自己在 自己的个人电脑 他如果有被中了这个木马 那这个时候呢 他的电脑 本来只是自己在用 就变成一个伺服器 可以让这个攻击者 透过他的电脑当跳板 去攻击别的网站 所以他自己 可能不是有意的 要害我们 但是他自己 受到了人家的控制 那现在他成千上万 这样子的中继站 那同时却连线到 我们的政府网站 那就会变成是 好像电话战线一样 他就排挤到 我们正常想要用网站的人 所以这样子的 叫做DDOS 分散式的阻断服务 的这种攻击 就好像很多人 一起打同一支电话 就算这支电话 有开到50线 100线 但你只要用1000个人打 你还是被战线嘛 那我们在去年8月成立 数位部成立的时候 我们自己的网站 用了一套新的系统 这一套新的系统 我们叫做静态化的系统 所有人来看 都看到同一份 这个时候 我们就不用再做 额外的运算 所以你就算1万人 10万人 100万人来 也不会消耗掉 我们电脑的资源 那这个情况之下 我们就一秒钟 都没有被干扰过 那所以从去年8月 到现在 我们已经分享给了 现在超过95%的 我们工部门 中央的各部会的系统 都有这种静态化的能力 所以攻击一来的时候 它就可以吸收 消化掉这些攻击 然后浪费人家的资源 如果没有吸收 没有及时破解 跟拦阻的话 会是呈现什么样的状况 它传达的讯息 是什么样的内容 对 如果没有及时破解的话 你会看到的状况 就是你看到这个网站 你可能搜寻 然后搜寻 请找到我们官方的网站 你点进去 就会转很久 就连不上 那这个时候 你大概也不一定会等 大部分人不会等的 所以你就会再往下 那搜寻结果 在第二页 第三页等等 那这个时候呢 它只要想办法攻占 底下的这些讯息来源 那这样的话 你就会点到 它的内容农场 或它的其他地方 你就没有办法看到 正式的官方的讯息 这是它想要达到的效果 所以今年三月 包括了这一次 赖副总统前往美国 同样的一个手法 还是如法炮制 但是就是等于 攻击方消耗了这些资源 但是它没有取得战果 所以当然后来我们也发现 它一天两天 也没有取得战果 它也放弃 这样子攻击的方法了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去想说 那它下一次 会用什么新的方法来攻击 所以资安是没有说 你这个防守好了 然后就高枕无忧了 因为攻击方 也会改变它的手法 尤其是对一般老百姓来讲 它对于很多的讯息 没有办法判别 无形当中 也变成是一个散播者 这个部分 因应在一个特殊状况 或紧急状况时 我们有想过吗 可能会面临到 多坏的一个状况 包括透过了这种 Defact 这种变点技术 很难 很难的一般老百姓 因为我们在Line里头 或是在FB里头 最常看到什么呢 最常看到假讯息 内容的这个 移架乱针 对 然后移架乱针 而且不断地被散播 对啊 我们现在有一个想法 就是因为在 境外讯息干扰里面 它要有三个 像刚刚那个三道门一样 它要突破三个防御 这叫ABC A就是actor 就是它要说服 收到讯息的人 它是冒充成的那个人 比如说冒充成你 或冒充成我 Behaviour 就是它要 它的行动方式 要说服大家说 这个人是真的可能 做这件事情 然后Content 就是它的内容 也必须要说服人说 这个内容没有破绽 这个如果它是 你刚刚说 Defact 影音 那它不能转过来 然后这边突然出现 接缝 裂缝 眼镜反光不自然等等 所以就是说 它在行动者 它在它的行为模式 跟它的内容上 都必须说服人 以前很多方式是去看这个内容 它内容里面有简体字 它内容里面这个有 就是我们不会用的用法等等 但现在因为有生成式AI 所以内容几乎是没有破绽了 真的 对 以前生成式来生成图 你还可以去看说 这边有一些杂斑 有一些光点 这个人有六只指头 对 但是现在到了今年 这些问题都解决了 所以以后是没有办法去区分的 所以你既然内容没有办法区分 我们的想法是一路到最前面 让这个蓝勾勾 就是让大家可以区分说 这个真的是政府的讯息 就算内容完全一样 你可以一眼就判别 哪些是政府发的 哪些不是 像我举例 像之前在报税记的时候 我们有一个地方的国税局 它传简讯 说那你只要报税 什么填什么文卷 什么就有抽奖 什么之类的 这是千真万确的 对 这是真的是一个地方国税局发的 但是接收到的民众就检举它是诈骗 因为 那这个国税局的人员 他也觉得很挫折 对不对 我好好的做我的这个公务 为什么会被当成诈骗 所以也就是因为那样 所以我们就规划了 接下来很快会上线 一个三码的减码 这个概念就是说 以后这个地区国税局要发简讯 他就是用这个三码的号码去发 那你一收到你就知道说 那这个三码的一定是政府发的 所以你也不需要去看内容 你就要看谁发的就好 我们在疫情的时候就用过这个 但是你要先宣导 对 那个三码是什么 对 当然 所以我们现在在疫情的时候 我们就有宣导 没错 说1922 1988 1919 或者我们现在三码也有宣导 165 对不对 这个是大家看到一开头 三码或四码 就知道是政府的意思 所以我们并不是说 我们的内容一定就是 你看刚刚讲教育大家 看内容可以辨别 这个没有办法了 对 真的太难了 对 那但是呢 最容易一眼判定的 就是你看那个基建的 那个号码 那个号码只要是减码 一开头 那就是政府的了 那不会道高一尺 谋高一丈吗 我们已经跟各个电信 都已经协调了 所以不但它不可能境外 来冒充这样子的三码四码 而且事实上它在境内 也没有办法冒充 所以这个是一个 专门保留的号码 所以呢 等到大家都来使用之后 那你看到一个部会 用十码再发简讯给你 你就要想说 是不是被冒充了 当然我们还有一段 导入的这个过程 但是我们会尽快地 让大部分的部会 都切换到 用这样三码四码 来发送简讯 是 有怎么样回馈 在进行查证 比如说一般的新闻 你知道我常常在 各个群组里头 扮演一种角色 因为他们一丢出来之后呢 其实我把这个新闻 几个keyword 丢到事实查核中心 他马上告诉 或者你丢到google里面 他马上告诉你说 这是在八年前 十年前 已经流传的假新闻 把这个东西再把它 丢到群组里头 去进行澄清 可是一般老百姓 没有办法 那类似进入 这种已经深层性的 我觉得已经很难了 一般老百姓拿到之后 你说好 我以后 我政府机关所发的简讯 任何的公告内容 我有165 这三码 做辨识 或者别的三码 反正三码就是 对 那一般人拿到之后 其实他怎么进行查证 他可能无从查证 是不是有没有办法 像类似 从新闻画面里头 事实查核中心 有这样的一个机制吗 不过您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 我接到 我看到这是三码传来的 我知道这是真的 那您的问题是说 我如果再把它转传给你 那你要怎么知道 我说的是真的 意思是这样子 不过我们现在的想法是说 在这个转传的过程里面 我们只要能够证明说 它这个一开始的 发信的这个单位 它有签章 那这个签章 你到收到的人 还是可以再去验 是这个单位做成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 会全面的导入 这个叫做电子签章 那电子签章里面 有一种比较强的 我们把它叫数位签章 就是它可以去证明说 它是几点几分 怎么去签发的 所以你就不会有 八年前的一个 被当作是现在发的事情 因为当时的状态 可能跟现在不一样 当时的这个讯息 是为了当时的情况 你同一个讯息 完全没有改 发信人也没有改 放到现在 它可以被曲解成 完全不同的意思 这个相信我们都看过很多 所以这个时候 不但要有签章 它还有一个时间戳击 就是这是在什么时候签的 那这个呢 我们在手机上面 有一个叫做TW FIDO 就是行动自然人凭证 这个APP呢 就在就是今年八月 内政部把它开放 就是民间的任何的业者 都可以来运用 这个行动自然人凭证 来进行签署 那所以这个情况下 我们就有一个公共建设 这个公共建设 就是任何人都可以证明 这个讯息不但是我签的 而且是我在今年几月 几点几分签的 这个也非常重要 是 其实我们已经进入 现在老百姓非常有感 会觉得数位发展部 到底在干嘛 这个单位要不要踩了 唐凤到底在干嘛 就是诈骗的问题 尽管这个所谓的 打炸国家队都成立了 它的几乎都升级到 全面性的到中央联合 这个地方不会收场 可是一般老百姓 包括我自己 我已经报案 我看现在是八月时 大概报案已经有长达 十个月以上 可是对我来讲 它不断地推陈出新 你说我们只呼吁老百姓 我的朋友 不断地去选举去选举 老百姓会感觉到 如果连这方面 都没有办法去防渡的话 我们这些政府官员 难道一点法子都没有吗 这个问题真的很好 就是说现在 金管会已经通过这个法律 说如果他没有 及时地去处置 把这些投资广告下降 那如果有人真的被骗了 这个故意不去下架的平台 要负连带责任 这个通过之后呢 可以说是百分之百 在有人检举都下架 但是就好像那个 我们刚刚讲到的 车站或便利商店 它那个讯息 说不定只存在两分钟 就被那个下架了嘛 但是那两分钟 你看到的人 他会拍照嘛 会流传嘛 等等 那所以给人感觉就不好了 就算它只存在 很短的一段时间 只要它有存在这段时间 就让人有一种感觉说 那你一开始不就 应该让他不能上来嘛 所以这个叫做 我们把它叫做防诈 就是预防啦 是 那让他一开始 就没有接触到人的可能性 对 现在的状况是 常常是你看到这样子的广告 它有一个看起来 很奇怪的网址 你如果真的被骗了 点进去 你不会连到什么 投资顾问的网站 你会连到一个 165已经查封这个网欲 的这样子一个讯息 所以你说是不是真的有人被骗呢 不一定真的有人被骗 因为他点进去 就去了165的网站嘛 但是光是这个广告 还在上面 等个几小时才会下架 这件事情 现在大家感受就不好吧 所以我们刚刚研发的这些 就是包含 内政部的这个行动自然凭证 或我们自己的电子签章法等等 等到普及之后 就可以再往前再移动一步 变成是说 你可以预先签一个名 告诉Facebook说 我接下来都不会打这种广告 只要有人再冒充我的名字 那个就是假的 根本不应该让他上来 Facebook会积极处理吗 我跟警方 negotiate谈了非常多次 他们都跟我谈到一个状况 要跟Facebook再进行沟通 再沟通 所以呢 对 所以这里的重点就是 他是不是能够自动化的处理 因为如果你每一个案子 都是在事后 已经上去了 你在检举 那就要有人看过嘛 未必每一个都听了两分钟 可能停留二十分钟 二十天都有可能 都有可能 但是如果他停留 还比较像您说的 如果停留二十分钟 那在这里面 就是两分钟的时候 这个网狱已经先被下架了 那我们 我刚刚讲的状况就是 你会看到一个广告在上面 但是真的点进去的人 会看到165反诈骗的讯息 现在大部分都是在这个状态 那但是这个状态 大家感受还是不好 这是我刚刚讲的意思 所以如果要让大家 就是连一开始看都不看到 那从Facebook的角度来看 他就要先预先区别说 哪些是真的要登投资广告的 哪些是冒名顶替的 如果前面的这个 他可以几乎没有成本的就做到 我们就可以说 他如果不做是他的问题 但是现在呢 我们还没有一个非常普及的 让大家能够用电子签名 用数位签章 就证明说 第一个我是本人 第二个我现在几点几分 打算要登这个广告 或我现在几点几分 我声明我就不会登这种广告 这个必须要能够让机器去判断 所以等到我们有这样子的 就是数位签章的公共建设之后 我们才能够回去跟FB讲说 好那现在我们再往前到防诈 没有这样子签的 不让它上 或者我如果签 预先说我不会登这种广告的 冒充我的你就要当成机器人了 所以换言之 除了其积极检举之外 你自己跟FB之间保持积极互动 让FB知道你的状态是什么 让它在第一时间更能够防夺 是不是这样子 对这个是像之前有很多 境外包裹的诈骗 就我明明没有登定这个包裹 结果它还是用我的名字寄进来 后来那时候我还是政务委员的时候 就有进行这方面的协调 那现在是你可以在就是APP上面去说 我干脆就没有打算进口东西 所以所有进来的都是假的 这样子 那类似这样子的想法 未来应该也可以用在这样子的 就是跨境的诈骗跟干扰上面 其实进入AI人工智慧之后 人民的生活虽然是更方便更有智慧 但那边你的挑战也似乎更艰巨了 密码的部分 我看到相关的一个国际的报告里头 都告诉大家进入AI时代里头 你的密码50%以上是会被破解的 哇 这多可怕 所以这是真的吗 其实现在是这样 就是说密码它如果长度 没有长到一个程度 确实破解非常非常容易 可能七位六位以下的密码 这个破解是一瞬间的事情 但是问题就是说 你真的取了12位16位的密码 你自己也记不住 对 那就算勉强记住了 那很容易不同的网站 都用同一组密码 那这样只要哪一个网站被攻下 等于别的也被攻下了 所以可以说是 密码现在是一个非常难维护的技术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数位部 以及我们所属的这个两署 就产业署跟自安署 我们现在在用我们内部系统 包含清空文等等 都已经完全不用密码了 等于我们同仁 登入的时候完全不用去打字 那为什么 因为第一个就是打字很慢 你密码如果12位16位 你要打很久才能够登入 这就不方便 那所以我们现在就是用 我刚刚讲到TW FIDO 就是我手机上一个APP 我要登入我们数位部网站 我APP就会跳出来 说你要不要核准 你核准的时候 它会感应一下指纹 那这个指纹是在手机上 没有传出去的 没有问题了 那它我就登入这个系统 这个过程非常快 可能不到四秒钟 所以我们要用这种新的 比较我们叫做 灵性认的方式 首先就是让它用起来 比本来的要方便 所以大家并不会因为 它的那个资安比较强 就去忍受不变 这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们这些资安的新的做法 新的制度 一定要同时防守的能力 比较强之外 还要比本来的方便 所以言下之意是什么 现在民间包括国营单位 要求我们在进入任何系统 都要用密码 这个即将成为过去式了吗 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说因为以前 行动责任人凭证 还没有普及到 所有的各行各业 都可以使用 但是在今年八月开始 内政部把这个开放了 等于之前是有点像是 测试的时候 现在是就是一般人 都可以用的时候 所以我相信很快 当大家都切换到这样子 我们叫无密码的 登入方式的时候 那在以前的那种密码 写在一个小纸条上 就是几百个网站 都用同一个密码 这样子的问题 应该很快就可以过去 是 说为发展部 在这个部分 好像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对不对 这个部分还有什么 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作为一个一般老百姓 他到底怎么面对 自然可能会破解的事情 我们刚刚讲到的是 简讯的减码 还有这个无密码 那我再讲一个银码 银码 银码就是隐藏号码 我举例 像我们还是用那个 电商物流的例子好了 好 那这次真的是我自己 这个买了东西 那但是这个电商呢 就把我的手机号码 交给了这个物流室 这个物流室 因为他如果 好比像说找不到我 他要打电话给我 一定的 你没有给电话号码 他还好像认为这是个必备条件 对 没错 但现在的问题是说 假设这个电商的资源 做得很好 但这个物流室的手机 或者它的系统 有被攻占 这个时候呢 它还没有送到我门口 我就会接到另外一通 简讯或电话 然后说 您几月几日订了 什么什么东西 但是不小心什么 分期付款要解除 这个大家可能都有经验 各自已经外泄了 对 那这个时候 你一看 我真的几点几分 我真的买了这个东西 而且你也真的有我的手机号码 等于说他拦截了 这个物流室手上的 我的个资 我的手机号码 这个时候 信以为真的 几率就更高了 因为以前他是乱枪打鸟 每个人送同样讯息 这个现在大家都不会被骗了 但是现在他真的是 有我的个资 这个时候 我就比较容易相信说 这真的是物流室 我最好去解除一下 分期付款 对 那所以呢 解决的方案呢 就是一开始手机号码就不要提供给物流嘛 但是你刚刚讲的很对啊 这是必备的 他一定要联络你啊 所以这个时候呢 给他的呢 是一串乱码 有点像是一个代表号 这个代表号后面 跟一串这个续号 或者一个乱数 这个时候呢 他只要打这个号码 他会转接到我的手机 但他并没有我的手机号码 而且这个物流室 他一旦送货成功之后 这一串这个代码就失效 失效之后就算事后 他还是入侵啊 还是怎么样 他再打 这个已经连不到我的手机了 所以就是这一段短暂的时间里面 用一个引码 用一个代码的方式 来隐藏我的手机号码 泄露给物流室的这个问题 那现在已经 至少有两家大的电商 现在已经到 那我相信很快 就是大家就会觉得说 这个引码是当然的事情 那只要变成这样子 那我们的手机号码 外泄给 就是物流啊 等等的这些几率 就会越来越低 可是这牵涉到跨国性 你怎么做 这个倒不是 这个只要我们国内的 电信业者协助就可以了 这样子啊 对 所以我对 我在外国买任何物品 在外国的电商中心 同样我要留下我的联络方式 那我们现在就会辅导他们说 当你 因为你物流一定是在地嘛 你不可能 空头 空头 不可能 不容易嘛 对 所以就是说 我们接到在地的物流的时候 本来是说 这个国际电商 把你的电话号码 直接给在地的物流 现在是说 他把你的电话号码 给我们国内的某家电信商 或某家支付业者 由他产生一组代码 然后再交给物流 物流不再拿到你的手机了 对 OK 所以这个部分 我觉得我们又围绕一个 这真的是一个诈骗的时代 那又是跨领域的 我知道其实在世界各国 面对这个问题 严重性其实不下于台湾 像是英国 意大利等等 这方面你们所了解 是什么一个状况 他们听说也非常非常困扰 当然 因为这个的关键就是 在以前 你要冒充一个人 用他的方式 写一封信 或者是 这个名人拿一本书 推荐什么 投资圣经什么东西的 你要花力气 那你如果花这个力气 又没有办法骗到 相等程度的代价的收入 那这样你就不会做这件事情 但是现在的问题 就是说合成这些讯息 不管是文字 影像 现在包含影音 包含及时的影音 就是说我打电话给你 还可以跟你有问有答 这个都不需要再花任何成本 都是用生成式AI来做 后面根本就没有人类了 那所以这个时候 以前就是 所以生成式AI 这种应对自如 应对自如 完全 它可以冒充成 你会冒充成我 在电话里面 可以说服别人说 这个真的是唐凤 或者是 这个真的是主持人 这样 是有一天唐凤 被AI仿冒 打电话给小军姐 小军姐 你帮我下载一下 这个是像我们数位发展部 正在研发的一个系统 你把它扩散出去 对啊 所以 我无种辨识 因为就是你的声音 而且看它的号码 对 还是你的一个手机号码 而且你就算问他说 你上次什么时候上节目 他还回答得出来 而且这个 以前是要很厉害的人 来扮演 现在就AI来扮演 他可以生成到这种程度 唐凤 你上次来的时候 有点小感冒 现在有好一点的吗 他会回答吗 对对啊 有可能 有可能 还可以应对 对 所以这个是最新的 就是去年还没有这种攻击方法 今年就有了 没有破绽吗 唐凤 你上次穿的衣服 有点皱皱 但是我觉得很好看 在哪里买的 他回答得出来吗 现在事实上都有可能 没有破绽吗 当然可能有破绽 但是真人也会有破绽 现在的问题是说 真人也会有记不清楚的时候 所以我也可以说 我不太记得了 对不对 对 那所以像这样子的应答 以前机器是做不到的 今年机器都做得到 所以这是最大的差别 所以我才说 现在我们没有办法 只看内容 就辨别它是不是假的 是 辨别的方式 反而要变成是说 那你有我的 当时留的手机号码 如果我不是用这些支 打给你的 你就要预设 大概是机器人 那你就要去做查证了 好比像说 我们的同人 你有这个同人的手机号码 那你就要主动地去问说 这个是不是真的是唐峰等等 所以就是说 手机号码这件事情 它就变成是类似像蓝勾勾 这样子是actor 就是是谁在发这个讯息 那完全看内容 现在没有办法判别了 我们所了解 一般以为 好像台湾 诈骗最为严重 事实上不是 美国跟英国 他们的诈骗严重到什么样的程度 他们似乎也很头痛 你所了解的部长 其实就像刚刚讲到的 就是这种互动式的 他们叫做这个robocall 就是机器人打电话 因为这些技术 包含刚刚讲互动式 生成是AI的技术 它大部分训练的材料 来自于英文跟英语 所以它在英语的辨识上面 在英文的合成上面 它以假乱真的能力 比其他语言种类都高 所以因此英语系的国家 就会先受到这方面 以假乱真的威胁 所以在这件事情上面 确实我们如果是看英国 或者美国的话 那他们这样子的一种互动式的 特别是打电话的这种诈骗 确实也是非常的猖獗 那原因也是同样的 就是它合成的那个成本 本来非常高 现在非常非常低 就什么权责上 我相信一般老百姓 对于新成立这样的单位 尤其又有唐凤来出任这个部长 赋予不要多的期待 这个期待当中会觉得说 你应该帮我们解决问题 你们在面对这个问题上 有你们在跨部会当中的 比较难为的地方吗 或者是民众因此而误解你们 但是不管怎么样 对民众来说 你即使属于跨部会的领域 我也希望你建设 我想当然政府一提 对 那我们唯一不能够这个月组带跑的 就是我们不可能去担任警察 或者法官的那个角色 我们是帮这些朋友建立系统 也是让这种防御的这些资安的 我们叫蓝队 去减少他们的负担 减少他们的成本 让他们可以专注在这个攻击者 他进来露出破绽的那一刻上面 而不是说他一下就闯进来 然后就开始放火啊什么的 救火上面嘛 所以我们去增进所有的这些系统 叫韧性 resilience 就是受到打击的时候 不会一下造成很大的破坏 而且还可以快速恢复 而且恢复之后 比本来更强的这个系统上 我们专注在系统上 但是不表示说 我们能够去指挥说 这些使用系统的人 不管是警察 或者是其他的单位这样子 所以我们负责提供装备 这样子想是比较清楚的 是 这两年来 大家都关心一个问题 在民主同盟也关注到 中共的军事扩权 中共的不放弃武力攻打台湾 要侵占台湾 数位发展部在这个时候 当然你的角色是更新重要的 我们有去假设吗 这可能是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 现在有遇到什么样的瓶颈吗 就像我刚刚讲到 在我们自然领域 因为我所讲的是实体的攻占 当然还没有开始 但是在网络方面的战争 早就已经登场了 对 就是在我们自然领域 并不是未来哪一天 人家会怎么样 按照我们国安会 对外媒体的说法 我们每天都有上百万次的 这种攻击的试探 所以这个情况上 并不需要去模拟 或者是假设 我们其实每天每天 都在面临层出不穷 新的攻击的方式 只是说里面绝大部分都被挡下来 所以没出事 但是不表示我们没做事 我们有做事 所以在这里面 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去确保说 我们的不管是 像刚刚讲到的海岚 或者是电力网络 或者是其他状态 那当然现在这个也开始有台风了 前几年没有的 我们会观察到说 那每一次有这样子天灾等等的时候 就是再次测试我们的这个通讯的韧性 我们应变的韧性等等 那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透过这个系统的设计 去确保说 那这边如果它实体的线路真的断掉 甚至电力也没有办法很快恢复的话 那是不是有可能说 有一些区域的发电机 或者是太阳能板 然后再配上这个刚刚讲 卫星的非同步卫星的接收器 而且这个接收器还可以移动 说不定未来是无人机载都有可能 那透过这样的方式去 马上去迅速的补上那边的通讯韧性 所以我想刚刚我们在讲到 是资安上攻防的韧性 在通讯韧性 在你刚刚讲实体的状况发生的时候 这个也一样重要 的确 2022年在俄罗斯攻进乌克兰之前 其实乌克兰早在2015年 他们的基础电力设施 就遭受到俄罗斯的攻击 当时我记得在基辅当地曾经长达 第一度遭受俄罗斯的一个攻击时停电 长达五六个小时 到隔一年主宝炮制再一次了 当然到了2022年 他们在要进攻乌克兰之前 他们试图要以这样的方式 往往就牵涉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这个是在可能启动战争之前 他进行的测试 所以我想了解现在台湾呢 台湾类似状况有没有曾经发生过 第二个是说当被攻击的那一方 常常遇到一个问题是 对方植入的恶意城市 其实它隐藏在那个地方 你是完全没有办法发现的 对 它是潜伏的 潜伏在哪里头呢 部长 对 所以我们刚刚讲到的零信任 为什么这个三道防卫那么重要 就是你永远不知道 哪一家厂商的哪一个产品 你用起来觉得没问题 其实早就被植入了 所以我们这个叫做assume breach 就是你要假设 每一个厂商的每一个产品 都有可能已经被侵入 在这个假设底下 你自然不会就是全部 鸡蛋放同一个篮子里 假设这套系统不出问题 所以无论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身份验证 设备验证跟行为鉴别 或者是我们刚刚讲到的 非同步卫星 要用两家三家四家 后面的想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如果哪一家 它真的被攻占了 真的被干扰了 或甚至一开始就是潜伏的 那也不会有太大的损失 因为它会被另外的两道门去挡住 或者是这个卫星它失灵了 我们有另外两个不同的卫星商 可以来运用 所以这个时候就像刚刚讲到 攻击者就浪费一次攻击 我们就会通知大家赶快更新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就不会造成太大的危害 是 部长身为一个数位发展部 在此时此刻担任部长 应该压力也很大 对不对 你觉得台湾现在未来面临的挑战会是什么 你积极想要突破的又是什么 我想是机器有压力了 我们有什么压力 对自己这么有信心 对对对对对 分散式攻击的时候 那个压力都是在那个CPU上 或者现在GPU上 没有啦 我现在的想法是这样 就是我们不可能单靠我们自己去防御 事实上以消耗战来讲 双方不管是比算力 比资源 比什么东西 我们都必须要联合这个民主阵营的所有人 来一起联防 为什么数位部的网站一秒钟都没有当机过 就是因为我们静态化之后 我们邀请全世界 它只要联到一个叫做IPFS的这个系统 任何人他都可以捐出他一部分的硬碟 一部分的贫宽来帮我们备份 那这个时候来帮助我们的人 他可能在民主国家 也可能他是在极权国家里的民主阵营 那这个也很多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联合全世界民主阵营的伙伴 一起组成这样一个联防的网络 这个联防的网络就可以确保说 你要消耗资源 那我们也不怕你 因为我们加起来的资源 是比攻击方多的 您今天节目当中数位提到 数次提到数位联盟伙伴 我们跟数位联盟伙伴的范围 扩起到什么样的程度 而且这个紧密的程度 联系程度可以快到什么样的程度 我们有签述一个 叫做未来网绩网络宣言 那这里面大概六十几个伙伴 每一个都是确保 在网绩网络上面 我们这种民主 自由 开放 任性等等这些 要不受侵害 等于我们眼中的这个网绩网络 它应该有这些基本的价值 而不是变成好像极权统治的手段等等 所以可以说是这六十几个是民主的这个盟友 那当然在这个盟友过程里面 我们就会发现说状态跟台湾比较像的 像我之前有去出访立陶宛或者是以色列或等等 他们也常常接受到这样子就是 不管是网络 认知 其他的这种各种境外干扰 所以他们自己也有各种应对的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叫做这个公共建设有个好处 就是好像是我们的这些元件 有一些可以去用他们所提供出来的 这叫公共城市 Public Code 像爱沙尼亚 它也不是靠自己来防 它的这个公共城市 就是跟包含冰岛 包含芬兰一起做 现在呢 也包含了乌克兰 乌克兰在这个前一两年 他们都是靠一支叫地亚的这支城市 所有人在手机上面 都可以及时来回报当场的状态 刚刚讲到的身份认证什么 都是透过这支地亚的城市来做 所以现在爱沙尼亚就正在跟乌克兰 把这个地亚变成全世界的公共建设 以后任何人想要用乌克兰的这套系统 他就可以直接的来运用 那像这样子一种联防的方式 就不只发生在我们签个合约 等等的这个签个协定 签个MOU等等的这个层级 它也发生在我们真正用彼此开发的城市 而且有人发现漏洞了 有人发生问题了 你立刻通报说要修补 立刻所有其他地方也修补不起来 是 非常谢谢部长 郭文贤 我们今天谈的非常非常多 因为在这个台湾关键发展的 数位建设时代里头 进入了AI时代不管说我们面临到这个要怎么去防诈骗的问题 在AI时代里头我们的密码可能很短的时间之内被篡改的问题 这个部会虽然刚成立 但是你看到是非常的到位 在这个整体的国际快速的变动里头 它要不断去因应这个变动里头 怎么去保护人民的权利 不过今天我觉得听完部长这个论述之后 观众们你们有一个很深刻的感觉 而重点是你自己事实上 可以扮演更集结性的角色 对不对 谢谢部长 谢谢所有Real Talk真实对话 在网络上收看我们节目的观众朋友 我们希望在下一次有更多的时间 部长可以波容参加 毕竟您对于部长的好奇 跟数位发展部一样的好奇 部长下次再来好吗 谢谢主持人 谢谢 谢谢部长 拜拜 拜拜 谢谢 再会 拜拜 好 棒 好 我们再聊一下 部长谢谢哦 没问题啊 哇 这是兵来降党 真的 因为其实这个跟我们在 你刚刚讲那个kinetic 就是传统地缘危险 很不一样 因为传统地缘危险 我们感受强烈 好像我们是地震带嘛 但是其他国家感受不强烈 但是以资安来讲 跟防炸来讲 所有人感受都一样强烈 所以这个时候联防就很容易 坦诚 对 因为我想说民主联盟 哇 六十几个国家 这个部分的确 所以你们这个 这连结的时间也都非常快 对 而且台湾在里面 我们就不是像以前 什么观察员 什么台风机 特别关税领 我们就是一个full partner 这六十几个彼此都是partner 所以他没有任何 像以前那样子 因为这种什么2758决议 什么造成的困扰 所以不然以后 比如说你们有出团访问 或者是有些国际性的视线 你也可以主动通知我们 没问题啊 我们还是可以进行转播 因为我觉得某一种程度 你现在今天所论述的内容 跟你现在其实透过很多视线 对观众来讲 一点一体其实都是焦虑 我觉得台湾这方面比较缺乏 台湾东西太浅叠了 也许就是说 他们关系